哪吒GT真的是跑车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唐主 前几天有个朋友说国产新势力电车哪吒GT 在凯泽赛道举办了一场活动 盛情邀请我去参加 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这些年大大小小的所谓赛道试驾活动 主办方出于安全考虑 头牌都有教练车压着 完全就是在溜弯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朋友信誓旦旦说 绝对能让我敞开了跑 于是我就在将信将疑之下 报名参加了 我对凯泽赛道的成绩呢 其实没啥概念 只知道此前教主跑原厂250匹718 成绩是54秒7 以我的水平呢 我估计只能跑个55秒多 考虑到今天我要跑的是电动车 于是我搜了搜榜单里 已经上传的电车成绩 最快的是一台特斯拉Model 3 成绩是58秒整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这台号称 国产首台双门四座电动跑车的 哪吒GT 能干营榜单里的特斯拉Model 3吗 发个弹幕预测一波 接下来就让我去 应应应这台车吧 哪吒GT 凯泽飞行圈来了 穿过最后一弯 贴着墙壁他来了 没有声浪 只有轮胎的惨叫 还有呼呼的风声 电车刷圈 就是这么朴实无花且枯燥 这个枯燥 确实是自灭一死 猛失了一口路间 来到5号弯前 所有电车的重量 都是个劣势 在弯里显得很挣扎 但直线动力来得快 脚脚踹背的感觉 又让人欲罢不能 7号弯前 表显尾速148 奇怪 为什么我要说表显 因为计时器信号丢针 所以比表显里程 要低了不少 怎么计时器 也偶尔会调表的吗 这样 能多卖钱吗 大直到表显尾速 163 这个尾速其实并不高 但对比车牙 目前已经公布出来的数据来看 竟然比特斯拉Model 3 还高了3公里每要时 进入连续多弯路段 因为迟路间出现弹跳 车尾有些失控 不过我手速还行 迅速救了回来 但是下个弯 我是好 伤疤忘了疼 接着去压榨极限 结果又出现了一个反打 虽然也抱住了弯心 但因为刚好是出弯 丢了速度 所以整条直到都受到了影响 最终圈速57秒9 最后一圈回了 这弹哪吒GT的最终成绩 定格在57秒9 刚好战胜车牙榜哪里 那台特斯拉Model 3 0.1秒 看我的飞行圈 大家也能看出来 最后还有一点小失误 后来我去对比了一下 我另外一个飞行圈 前两个steam 我已经拉出来了 0.58秒的优势 结果最后一弯 一个失误 又被反杀了0.03秒 也就是说 哪怕以我的驾驶水平 这车都有57秒头的实力 以家用电车的标准来说 还算是能说得过去的 但如果以跑车的标准来看 它是有一定差距的 另外简单点评一下这台车 这台车的造型 你不能说它丑 但它确实借鉴了 非常多跑车品牌的元素 比如说车头的大灯 我看到了法拉利 跟科尔维特C8的影子 车身侧面呢 有主要要塌盖的 那么一丝丝的感觉 车尾反而圆长度还可以 造型是双门四座 光从样子来看 确实有一点点跑车那味儿了 但是它的驾驶感受 底盘调教 包括转向刹车的感觉 其实还是偏向于家用设定 并没有跑出那种犀利直接 刀刀剑肉的锋利感 它的动力的确很爆炸 路感其实也很清晰 过弯的时候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小的甩尾 稍微反打又修正过来了 驾驶乐趣还是有的 但是从极限驾驶来说 它确实是更偏向于家用车设定 我上手也就开了几圈 大概就摸透了这个车的性格 说的直白一点 这台哪吒GT是一台叫跑外观的家用电车 就像油车里的福特野马一样 它更多满足的是年轻人 对于电车个性化的需求 而不是真的要不顾一切 去造一台电动跑车 它还是要考虑到销量的 毕竟跑车市场是极其小众的 一个国产电车品牌 不可能也不敢 真的砸重金去研发跑车 因为跑车这种东西 网上叫好声肯定是铺天盖地的 但真让他们买 相信我没有几个人会买单的 说白了 哪吒GT不傻 已经不太想跟其他的 国产电车品牌去卷配置 卷价格了 它想做的是另辟蹊径 去重新开发一个新的戏份市场 它做了一个大胆 但又还算务实的尝试 仅此而已 而截止到这个视频做出来之前 哪吒GT的价格也已经出来了 178800到226800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或者评论区里 如果视频前方的朋友 有已经决定要提车的 私信联系我 我可以免费帮你测试一下这台车 在其他赛道的极限性能 那么OK 以上就是本期 唐主聊车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唐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这台车有个特好玩的模式 说是一个直线加速的模式 同时踩住刹车和电门 然后这里有个钮 这个钮好像给它掰住 然后突然给它松开 然后能体验到非常极致的一个 Drag Race 直线加速的感觉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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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种 那个瞬间 脑子是真空的感觉 挺好玩的 真的 我们再试一遍 再来再来 摆住这个 好 三 二 一 不 哈哈哈 还有何胆给上不了 我手机摔了